第五章 适应个别差异的教学策略 第一节 个别差异的意义与应用 人类的发展隐含发育、成长、分化、成熟、改变、长大、转变、蜕变等多重意义 因此所谓的认知发展指的是个体在智力发展中所涉及的阶段与历程方面的描述 透过表五之一我们可以知道塑造发展可分为四大因素 分别是平衡、成熟、主动的经验与社会互动 透过这四大因素它可以提供教学者在教学策略上的运用与拟定方面上的参考 皮亚杰将整个认知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而且每一阶段均产生与上一阶段不同的认知能力 故又称为阶段理论 三个别差异的意义 第一个了解发展在学习上的意义 第二个提供有意义的活动 第三个提供适度的困难 第四个了解学习者的心智生活 第五个提供各种社会互动 第六个了解学习者的起点行为 第二节学习的智能与性向 一智能的意义与观点 智能的观点依据文献方面的探讨 至少包括四个论点 第一个在测验上所反映出来的就是智力 第二个智力为一种综合能力 第三个智力为认知发展的内在潜力 第四个智力为未来行为发展的潜力 二Garnet的多元智能理论分为以下八个 第一个语文智能 第二个数学逻辑思考 第三个空间智能 第四个运动性智能 第五个音乐智能 第六个人际智能 第七个内省智能 第八个自然观察者智能 三多元智能理论在教学上的应用 第一个确认学习者的学习切入点 第二个引导学习者选择自己熟悉的学习方式 第三个引导学习者理解教学设计的原则 第四个教师有效进行教学转化 第五个追求智能发展的教学活动实施 四学习的性向与意义 性向是指个体在学习某种事物之前 对学习该事物所具有的潜在能力 故在教学上可以依据 第一个性向与处理交互作用 第二个先辈知识和发展阶层的个别差异 第三个高低学习成就 第四个多元智能形式进行和调整教学策略 第三节学习经验与学习风格 学习理论的分类可分为 第一个行为学习论 第二个认知学习论 第三个互动学习论 二学习经验的含义 学习经验通常指的是 个体在进行学习状态之前 举凡与学习活动有关的各种生活经验 我们都统称为学习经验 三学习风格的含义 学习风格或者称之为学习形式 指的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 会偏向使用自己比较喜欢 或者是比较习惯的方式进行学习 因此在教学上的应用可分为 第一个以学习理论为基础 拟定各种教学方案 第二个运用学习者各种经验 以促进学习成果 第三个配合学习风格的教学理念 调整教学 第四节因应个别差异的教学活动 与策略 一适应个别差异的教学 第一个能力分组教学 能力分组教学的实施 源自于对国内传统教学的反思 也就是因为当前学校教育系统 无法真正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 二个别化教学方案 个别化教学方案的实施 是奠基于有些学生学习速度较快 有些学生学习速度较慢的假定之上 因此在教学上有一些现实的问题 例如第一个教学应该适合学生程度的问题 第二个该不该能力分班的议题 第三个教师教学难为之处 第四个教师的英伟与可为 第五个经手的问题 第五节如何进行适性的教学活动 一适性教学的意涵 适性教学是指依据学习者在学习方面的性向 来决定每个学生所需要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水准 老师可以针对各种教学变向 学习的机会以及教学品质来加以控制 让每个学生都能达到 事先一定的经手水准的学习 因此适性教学的类型 它包括三种主要的基本形式 分别是选择充实和加速 三适性教学的实施程序可分为 第一个个别化引导教育 第二个经手学习方案 第三个适性教育计划 四适性教学的实施程序可分为 第一个工作分析与科目分析 第二个单元工作分析和主题分析 第三个知识和技能的分析 第四个学习行为及问题的分析 还言之 适性教学的实施 老师必须针对学习者的特质和需要 配合各种教学的方法 以学习者最适合的学习方式 来进行教学活动 第六节文化差异学生的教学策略 一文化多元与差异的意义 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指针对 个体在文化差异方面所提出的教育愿景 二文化差异学生的教学策略 可以透过第一个教学观点多元化 第二个学习学生的文化 第三个反映各族群文化的教学 第四个运用各族群的材料与活动 第五个整合各文化取向的教学策略 来进行 三教学上的一些想法 例如第一个多元文化的教学理念 第二个老师教学系列上的问题 第三个除了同情还能怎样的问题 第四个老师素质不足的问题 第五个还有意识形态上的纷争等问题 第七节需要补救教学学生的因应 一学习表现不佳学生类型可分为 第一个学习困扰的学生 第二个学习困难的学生 第三个学习障碍的学生 针对以上三种学习问题的类型 所形成的因素 以及如何进行补救计划 请参考表五之三之说明 二补救教学的实施与理念 可以透过第一个工作分析教学法 第二个观念分析教学法 第三个整顿处方教学法 第四个精确教学法 第五个应用行为分析法 第六个知觉动作法 第七个环境控制法 第八个特殊能力法 第九个讯息处理法 最后我们来测试一下实例 第一题 陈老师在上课时 会随时因应学生的学习速度 提供多样性的教材内容 调整评量的内容 也会调整教师的角色与任务 请问陈老师是采用下列何种教学策略 答案是A个别化教学策略 第二题运用教学设计的基本原理 确保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教育剥夺者 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平等的机会 使其个人潜能获得最高的发展 这种教学里面我们称之为 B. 适性教学 第三题 教育部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 补救教学实施方案的方案一 一般学习辅助方案内涵 下列叙述何者不正确 答案是C. 函暑假安排活动课程 以不超过教学结束的15%为原则 这边的15%我们应该把它更正为 以不超过教学结束25%为原则 下面的1点